开国将帅大多出身贫寒 小时候吃不上饭 才参军入伍 但是他们的妻子中倒是有不少出身不错的 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张爱萍上将 就很有代表性 张爱萍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但是他的妻子可能是开国将帅中家是最好的 堪称名门望族超级富豪 张爱萍的妻子名叫李又兰 是浙江宁波小港人 在清末民初 小港李家是江南的望族 是宁波帮中发起最早 财力最雄厚 影响最大 传世时间最长的家族 李又兰的父亲名叫李善祥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跟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朋友 在民国初年还担任过县长 但是后来因为袁世凯上台 李善祥愤而辞职 来到辽宁锦州 开始实业结果 七七事变后进入了全民抗战时期 李善祥就鼓励自己的四个孩子去参军 李又兰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起初李又兰跟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 是想去革命圣地延安 听说在武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 而且周恩来也在那里 就先去了武汉 想找周恩来写个介绍信 当时张爱萍就是周恩来的参谋 一看来了一帮学生找周恩来 心说周部长这么忙 哪有空见你们啊 就想把他们打发走 但是呢 李又兰他们铁了心要见周恩来 争执了半天 最后惊动了周恩来 这才接见了他们 但周恩来建议说 去延安的路上不安全 还是去南昌的新四军吧 李又兰跟张爱萍这次的见面并不愉快 直到很多年后 两人还经常提起来 小说这是冤家路窄 去了新四军后 李又兰一开始也没有跟张爱萍在一起 而是嫁给了新四军政委项英 但是两人刚结婚两个月后 项英就在晚南世变中牺牲了 后来因为工作上的接触越来越多 李又兰跟张爱萍互相产生了情愫 在我军中 张爱萍也是出了名的大才子 诗词歌赋 摄影绘画样样精通 自然很容易就赢得了李又兰的芳心 两人于1942年8月8日结为连礼 因李又兰是项英的遗孀 而项英在新四军的地位非常高 堪称新四军之父 因此李又兰要改嫁给张爱萍 自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但是李又兰不在乎 张爱萍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所以阻力越大 两个人就越坚决 很快就结了婚 两人一经牵手就再也没有分开 到张爱萍2003年去世 两人携手走过了61年的时光 献上无数人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